那Livi要不要先簡單的跟各位自我介紹一下 好 先簡單 阿峰剛剛已經大概就講了我的背景 那其實我在踏入所謂的職場這麼多年 其實也沒有很多年 大概十年吧 其實我always被問的是 你從小到大都念音樂班 然後甚至研究所念台大音樂學研究所怎麼轉過這一行 其實我已經回答到說煩了 就想說要不要錄個那個Type這樣子 已經很煩很煩 那所以 我什麼要管 因為那就是Echo OK好 你打斷我了 好 Anyway 反正大概我的成長歷程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我就一直念音樂班 那念音樂班的過程當中 它是其實是回復修到其他學科的 因為你本身可能要去念音樂禮啊 出去復修等等 所以我從小就沒有上過什麼勞作啊 什麼的 有的沒有的 對我是從來沒有上過 然後到營運研究所這樣子 那 今天我會毫無保留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整個歷程 那 其實如果你們想要問什麼 我也是會毫無保留 包含就是 比如說 群眾公司那現在遇到性政對手 那我們怎麼亂過 或是為什麼我當初能夠掙取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一個 在一個 人力 上市公司 對 基本上是一個很老的品牌 那其實它營運也都是很 很 很 有一定的規模 然後它其實 相調之下 其實我當 剛進104的時候 我是非常不適應 它其實某個部分 你會覺得很像 我們好像在那邊當公務人員 你沒該懂我的意思 它其實就是 就是很routine 然後非常的 流程非常的繁瑣 那我怎麼樣在內的環境中 去說服董事長 去接受我的想法等等 指導出104這個計劃 你已經要開始問了 對不對 就直接問這樣很自然 對對對 那這個 這104的夢想搖軟 這個 crowdfunding 就是慕斯平臺的概念 對 我覺得要不要先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是慕斯平臺 我怕有些人不是很清楚 簡單解釋 真的嗎 那不知道有請舉手 知道有請舉手 知道什麼是慕斯平臺的請舉手 應該 真的還有人不知道 不知道一半左右 不知道一半左右 簡單簡單 其實慕斯平臺最基本的概念 208年美國有個Kickstarter 然後它的一個概念就是 呃 我們 其實你們如果要做生意 要小心一定要懂的是交易嘛 就是你這個東西完成了之後 然後把它丟出去市場 然後由市場機制來定價 如果你自己心目中有個價 就靠行銷包裝去看它有多少錢 那Kickstarter它的概念是 我這個東西都還沒有形成 我只有一個概念 那在Kickstarter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資本運作的一個社會 比如說 當我只有一個概念的時候 通常只有VC 以後所謂的天使介入 但它就直接把它丟到平台上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常 當成VC 當成天使 去把這個概念生成 而不是讓這個市場 被VC跟天使壟斷 就是我們天使 就是我們所謂的天使 投資人的概念 所以它其實 其實上基本的概念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那時候你是在104之前 然後你就接觸到Kickstarter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它的一個歷程蠻複雜 其實我08年就進104 那時候我進104 其實也是透過朋友 這樣子 那朋友 透過我第二份工作的一個長官 然後他們就說 104有一個新的business 那他們缺一個業務這樣子 那 問我一個醫院 那 那個時候我就丟簡歷給楊先生 我就直接丟 那其實 以我當時的Label 我不應該是跟他面試的 那楊先生看了我的自傳之後呢 他就直接找我去 那找我去 欸 找我去之後 他大概 我們雙方聊了一下 他就告訴我 他就問我說 你想做什麼 那其實我那時候 也不知道我想做什麼 我也想要吃 想要去大陸 因為我那時候一心一意想要 嗯 獲取就是海外的一個工作經驗 這樣子 那因為在前一份工作 我這個願望 並沒有獲得滿足 那 因為我前一份工作的老闆 有答應我 就是希望 他能夠把我拍照 我希望他能夠把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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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前一份 就是第一份工作的老闆 他 他其實是非常願意 support我 或完成我這個理想 但是 因緣機會 我們 我那時候掌握的那個business 那個business 他並沒有辦法擴展的那麼快 那可是我個性比較急 我等不急 所以我就在那個時候 去嘗試找另外一個機會 然後就跟楊仙講說 我一次有這個希望 那 你知道把我丟到上海或北京 你隨便要我幹嘛 我都ok 然後 你還沒去工作之前 就要求老闆 就叫你丟到北京這樣 對對對 那我也很感謝楊仙 他就真的讓我這麼做了 所以我09年就到 就是帶著104那時候的新產品 那時候我對網路一點都不懂 我那時候對網路一點都不懂 我那時候對網路一點都不懂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是做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相關的業務 如果大家有 我相信大家都上過學 如果有上過大學或研究所 應該吧 那如果你們還 像用功的話 一定有去圖書館 用過那個查資料啊 比如說 EBSCO 或者是什麼 ARITY 就是一些資料 你要寫東西 除了Google 或者大家可能會用Google Scouter 等等 去查資料 那我負責的就是 把國外的相關 類似這樣子的給系統 算是學術資料的整個搜尋引擎 然後引進來 我負責跟國外的廠商去談 就是去談 第一個是 買一段 或者是要帶你進來的價格 這是我第一個要負責的事情 那帶你進來之後 那帶你進來之後 我要針對這個產品 因應台灣的市場 然後去做一些改變 比如說 它的一個系統介面的 改變更適合我們這邊學生的流程等等 然後再來我還要做推廣 那在那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所用的那個產品 事實上就很快的就打入市場 也還蠻幸運 就是很快的就打入了台灣 全台灣的那個圖書館 那獲取了大概一月百分之六十五的市場率 那我為什麼要離開呢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我認為圖書館產業是一個 不會再發展的產業 第一 少子化 第二 我意識到國外有很多相關的廠商 都分分被並購 那我就認為這應該不是一個 我即便在待下去 它可能也沒有什麼創意 或者是創新 或者是它的市場會能夠擴大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在思考 我可能要轉換我的產業 那所以就在那個時候 其實有一個 有因緣機會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人脈 幫我引進到互聯網路的產業 對不起你剛問什麼 我都忘記了 為什麼會講到這裡 沒有 莫拉這個意思是說 因為在104之前 對 那是Kiss達成 所以在要求董事長 來做104夢想 莫拉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要講到就是 我09年在上海 其實我在104大概不到一年 我就離職了 那那個原因是 所以你離職過一年 就離開過104 然後又進去104 對對對 就是二金二輸 對 我離職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那時候被網路不是很動 然後董事長又讓我帶著新產品 去新大陸闖市場 所以第一我對產網路不懂 第二我對新市場也不懂 那在那個時候的挫折蠻大 再加上我的 在人際關係上的處理不是很好 因為那個時候在104在大陸 其實他的 一方面他那個時候經營也是很艱困的 那二方面就是那邊的人際關係 蠻複雜的 就是 以我來講 那時候的我來講 我覺得我 不是很能夠深淵 二方面是 我不太想花腦筋在這個地方上面 就是說 整天去想一些 跟人事有關的一些策略或磨略 然後怎麼達到自己的目的 等等 我不太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09年底 剛好有個機會 有一個人想要創業 然後找我 那我就當他的co-founder 那我的主要的目標 因為我英文稍微好一點 所以我主要的目標 就是幫他在外面找資金 那所以 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就遇到很多BC 所以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認識了一個 上海熔岩基金的一個 一個創裁人 那我有幸就是可以幫他看了八個月的案子 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就是幫他設備案子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接觸了大量的國外的一個模式 因為那時候的上海 那時候的大陸 他們要創業基本上很簡單 非常認真的去找 國外的案子 矽谷 以色列 以色列 矽谷 以色列 還有一個你們沒辦法想像的國家 巴西 印度 他們會去找這幾個國家 會每天很認真的去看有什麼樣的新產品 有哪些他們認為適合引進到大陸 他們馬上用最快的速度 透明進來 所以也就在那一陣子 認識了非常非常多的 無論是business model 或者是網站 那就是在那八個月 迅速的去累積自己的know how 那回來了之後 其實一開始也不曉得 楊仙其實當初後來第二次 他就飛到上海去找我 因為他其實想要成立一個新的創業部門 然後去做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104也面臨到轉型的危機 現在他的印度水果是那麼的多 五一把還做得很好 一、二、三、四個一 他其實也面臨到轉型的危機 那楊仙覺得是需要改變 那所以他主動飛到上海找我 然後我們談了三天三夜在一間飯店裡頭 談到我老公都擔心了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一方面他 當然我心中有幾個concent 因為我第一次在104的經驗是很不愉快的 包含我覺得 當時我認為的104他花太多心思在人事鬥爭上 那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 我願意待得一個氛圍的公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也不願意我的腦袋 我覺得每個人的腦袋其實是有限的 再怎麼聰明他其實不可能面面俱到去面對我 那再加上我也不認為我自己有聰明到那種程度 可以涵蓋這個部分 所以我直接跟楊仙說那部分 我覺得我是沒有保護和沒有信心 然後但是他給我很大的信心是說 沒有關係我會照你 那大概是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回來 所以其實在頭一年我們兩個 就是想了很多business model 就是你們兩個自己想 就是公司內部就是你們兩個自己 不能說我們兩個 應該是說他有不同的人 然後去想不同的範疇的 不同的產業的 或者是我們想要針對性的一個領域 或target的一個business model這樣子 那我們花了一年的時間 中間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一直換 換到後來變成那個夢想要來 那你換過什麼有趣呢 其實我們曾經有一個是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有一陣子 一一年吧 國外有一個不同的網站 叫ODESK 搞不好你們都不知道 它其實就是一個做得滿好的外包網站 那外包網站一直以來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freelancer都覺得在那個網站上的錢實在太少了 就是願意包給freelancer做的那些案子的錢實在太少了 那那些案主都一直覺得說 嗯我覺得freelancer的品質不好 我不放心 所以他沒有辦法承接很大量的案子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去玩這件案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在那個金錢上有一個 獲得一定的滿足真的夠他為生這樣 所以ODEX就想了一個方法 它變成它是中間商 只要你要進來我ODEX 就是這些人損失過一定的頂值控管 你們不用擔心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在價錢上面有一定的標準 不能讓這些客戶 因為freelancer的藥質 可能很急著藥質有些會談價嘛 那他不想讓那種惡性循環發生 所以他有幾個business的sense注入之後是還滿好的 所以他那時候很紅一度有媒體操作 就是一二年可能會上市這樣 所以我們曾經也有想過那樣的一個模式 但是當然又在變形這樣子 那是唯一會要接近10座要上 就是真的要出來 可是後來我們意識到一點 當然那時候我們有做一些什麼focus group 有的沒有的 就是因為VD做外包保 那時候我們就發現 嗯 我們的freelancer其實 他之所以會當freelancer 就是他不想被管 所以當你如果還要透過機器去監控它 你在做什麼 就是說 它其實ODEX有一個很基礎 有一個很基本的business 就是你LOG and IN我就開始算你公式 那我就會跟Modify你的那個電腦 你確定在執行這件事情 那你執行多久我就付你多少錢 那我們那時候發現就是 freelancer的接受度不是很高 就是他們覺得我當freelancer 我就不想被人家監控 怎麼在家還要透過對系統監控我 所以我們那時候 都不敢貿然的推行 所以這可能是那時候比較接近 真的要實行 比較有趣的一個case這樣 所以後來就是去複製 就是Kickstarter的概念 那算是這樣的嗎 複製講得太好了 學醒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一開始 一開始我們是在Kickstarter上面做一些變形的 就是我們簽入了後面的天使資金 天使資金就是有一億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簽入了人力 因為一個是最大的 大家被他認識他就是因為有人力的support 所以我們允許我們的夢主可以籌錢籌人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其實在剛開始做的時候 一方面那個時候被他擺 他有幾個其實他前期有幾個失敗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那時候系統還急不穩定的時候 我們把他推出去了 那這當然跟我自己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在104那個時候已經到了第二年 那我一直覺得我在104浪費我的時間的聲音 就是一直都沒有東西推出來 然後我會覺得因為 上面會給你壓力嗎 自己給自己壓力 是我給上面壓力 應該是說104是一個 嗯 他們是一個長期以來都非常賺錢的公司 以網路公司來講非常賺錢 EPS也非常好 而且他們其實也不需要太花什麼心力 就是說你能想像一般start up 他需要生存的時候 嚼勁腦汁 然後去變換一些business model的歷程 他幾乎是沒有的 那所以他的員工幾乎就是 呃 該上班就上班 該下班就下班 其實大家 大家的生活跟工作平衡是相當好的 然後大家也很enjoy在那種情況底下 因為我有紅利可以領 然後我三姐獎金又很高 然後每年的旅遊都還可以送我到國外 大家都非常happy 怎麼那麼好 有缺人嗎 怎麼靠 講到都想去 大家都很開心這樣子 所以變成在104裡頭 就是他們要研發一個產品的歷程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一般的start up是完全不能比的 譬如說我那時候在上海 可能人家一個點子過來 一個禮拜他就上線 那種case我都是遇過的 所以極大的落差底下 其實我有點 呃 講一些小故事好了 那個癥結點就是 就是因為楊先生常常會 當我真的很想把他推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講一些 莫須有沒有邏輯的原因 來說服我覺得現在不能推出這樣子 那因為那個時候 然後我跟他的辦公室在同一間 因為他覺得 我的脾氣不是很好 可以影響他 他就把我放在他同一間 就是楊先生的辦公室 後來改變了 就是有點 類似那種coffee shop 就是中間一個大桌是他的 然後他這邊就是有一些高椅子 像你們去pop那樣子 然後有高椅子 但是我是坐在那裡上班長 然後 後來又陸陸續續進來了幾個 也是要處理new business model的同事 然後我坐在這邊 我就坐在楊先生背對背的 然後這裡有個同事 然後這裡有個同事 我已經忘記 我那天是跟楊先生討論什麼 我已經不記得 然後 他走出去 就是那天開會的過程 不是那麼愉快 因為其實我已經 有點不太曉得怎麼跟他溝通 然後我就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怎麼老是沒有邏輯的去 或者是沒有辦法講一套很好的原因 或理由來告訴我 這個地方是做了是怎麼樣不對 然後他走出去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他出去 所以我就滑鼠摔到牆上 罵了很大聲的一句髒話 然後 然後我大概這兩個同事 就來安慰我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 這樣 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是轉折點 因為那個時候 第一次我們有錄影 沒關係 那些事情幾乎全公司都知道 到白號 那其實正是在104前所未聞的事情 然後 我就 然後 然後 楊仙過了半個小時 我那時候眼睛就縫了 我又心 我又有點發呆 我想說 你不知道在這幹嘛這樣子 那楊仙過了半個小時 那時候 晚上就有點半 他就說 欸弟弟 我要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討論 人事的問題 我想什麼人事問題 我的同事不就只有你嗎 他不就是你的問題嗎 他就說 要跟我到一個大會議室去 你兩個到一個大會議室嗎 對對對 然後去談 然後他就說 剛剛你是不是情緒失控 然後我說 有嗎 然後後來 他就說 有 我剛剛有聽到一個很大聲的聲音 然後我就說 楊先生 第一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錢 也不是為了這個公司 我就講了一大堆 結果他 當然他那天 也有稍微的做妥 其實這種多同方式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是完全不好的 是真的 是不好的 剛好我遇到一個還不錯的老闆 那我就是毫無保留 就是把我的情緒宣洩出來這樣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壓抑很久了 一年半了 因為我都在那邊放黑時間 但我年紀也不小了 然後 就那個 在這個轉折點之後 我們就是進度就很快 那進度很快 那個時候就是 我開始就去找孟主了 然後就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需要目次的人 那時候 那時候 對 那時候大家對於英零色期待是很大的 所以 開口都要一百萬 五百萬 三百萬 那時候 我那時候 對台灣的目次現況 還不是那麼清楚 我都接 結果他們幾乎要的錢 都是一百萬 兩百萬 還有一個要還便一百五十萬 那我們 跟我們要兩千萬 那兩千萬 那實在是有點誇張 那當然 就開始跟他討論 怎麼樣 然後當然 那一拼人 也有很多都是不錯的人 那我們為了這批人 在系統沒有Rating的時候 我們就推了 那推了那個時候 有一個現在還蠻紅的三項鐵人 他其實很多Baker都是明星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的系統 完全沒有辦法去 support這種狀況 比如說 我們那個時候 Payment一直出問題 就是快財機一直出問題 而且只有一種 然後104 他一定要註冊104 還要填檢定 你們看這是什麼 多麼誇張的狀況 一整個都非常的糟糕 所以這是前期的惡夢 其實還沒有準備好就上 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也跟外包網直接接軌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因為那個時候 楊仙堅持就是 外包網要進來的時候 他一定 譬如說你是freelancer 你要接案 你一定要得先錄一段影片 告訴自己的專 告訴大家自己的專長是什麼啊 然後有的沒的 那是提到關卡 結果我們發現 根本沒有人要來當freelancer 因為根本沒有人願意這麼做 因為他其實 楊仙堅當初就是想實驗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發現 欸 這整個business muscle 模式都有問題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楊仙說 楊仙第一個直覺是這樣 但是我說服他說 我不覺得是有問題 而是我在整個系統的機制上 是有問題的 我們應該先把產品整個reading 然後我們把它調到一個 某個確認的正確 或者是你自己都覺得OK的程度的時候 我們再來指引他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大概過程就這樣 了解 那我算我蠻好奇就是 因為你們大多數人都被 楊極寬董事長碰過面 然後因為我們之前 有跟楊仙堅合作 雖然楊先生真的是一個 很特別的老人家 真的是很特別 因為他脾氣也很好 而且他也很有趣 這樣子 然後我很好奇一點是 為什麼 因為楊仙堅個性版就是這樣子 去跟他溝通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那你覺得 為什麼楊仙堅 有那麼多同事裡面 他會跟你那麼 close 然後願意給那麼多支援 support做這些事情 因為這邊這樣 有很多朋友 實際上都來自於大公司的朋友 那這些朋友 就是 大部分人 可能都跟楊仙堅不太一樣 沒有那麼有尬式肝 亂丟滑鼠之類的 然後發掌話這樣子 就是那怎麼樣去讓你的主管 願意相信 真的把支援給你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 大家會很好奇的一個地方 其實在我 因為我其實從小都是念音樂的 那我第一個感觸是說 第一 在你要去 達到你的目標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需要有策略的 我舉個例子 一開始其實 所以摔法祖是你的聖任嗎 不是 他是情緒滿意 還好 所以就是這樣記就記 對不對 對對對 我沒有想到 竟然這樣可以達成目的 好 呃 我在文建會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自己主動去爭取一個 比較有趣的案子 就是文建會那時候想要 為了台灣的音樂 然後搞一個那個數位音樂的計畫 那他必須要有一個網站 那我覺得 呃 我認為那是一個趨勢 就是一切的東西都是數路又發 我認為那是一個趨勢 所以我就自己主動爭取那個案子 那當然這就會牽涉到你怎麼主動爭取 那主動爭取的一個部分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你應該要告訴你的老闆 你為什麼會 你為什麼有條件 比其他人更能夠來做這個事情 那那個東西不是囉嗦的一個過程 不是你去說服 而是你很 你很強而有力的 只要去send一兩個point就可以了 這其實就很像你跟VC要錢一樣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在大陸八個月 呃 看了不少的團隊 好那 那 那後來幾乎哪些團隊要到錢 哪些團隊要不到錢 我大概多天看得出來 好 那其實 大概這也跟口才有點關係 老實說這跟口才有點關係 就是你自己的謀略 然後再加上你的一個口才的說服 我覺得這都是蠻重要的 那第一個部分是呃 那個時候 比如說 這是我的第一個案子 那第一個例子 那第二個例子 是我要從文件會想要跳到一個私人公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對文件會的 嗯 覺得那個 那樣的工作場域實在是太不適合我的 就是 就是基本上他們就是一個公共公價單位 那我想進入數位產業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直接寫信給總經理的 然後告訴總經理我可以幫這間公司做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候要寫間公信之前 我先了解了那個公司的狀況 因為那個公司那時候是我們的下包廠商 所以我知道他們是有意思要到美國去拓跌 然後我也知道他們有一件Stanford的 Uber Research的一個案子 所以我就告訴他 我可以幫他們當Uber Research的一個窗口 那我就試著模擬 就是說我怎麼樣當窗口 我可能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然後我還有辦法 我認為他們應該還可以接承接什麼樣的案子 是這樣子 然後我幾乎寫了一封信過去之後 總經理隔天就打電話給我的公司就談定 所以大概都是這樣的模式 實際上跟我的經驗是蠻小的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從一間小公司到一間外場公司工作的時候 類似這種模式 就是我覺得如果要讓一個主管真的很信任的話 我覺得必須要有所準備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Lily的經驗應該也是印證的很高 對啊 其實大同小異 對 那我們現在要回到我的 因為我覺得 我想像前面放的小組 我們都會聊Lily的 有點像身家輩子 大家知道Lily 過了一個比較坎坷跟情緒化的生活這樣子 對 OK 那我們就要回到我們這個 Croadfire這個區塊 因為你們在做的時候 事實上台灣已經有Fly&Me 這個一樣是牧師平台 甚至還有其他用摺摺等等的 牧師平台在做 所以那時候你們在定位上面 是怎麼去搞兩樣的這個策略 尤其是你是自己定位的 還是一個是主管定位 就是跟楊先生定位 應該是這麼說 其實老實說 我個人是非常配合Fly&Me的 那如果大家了解Clawfunding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和平台 你們會知道 這樣的一個平台 它其實跟它本身的行商 和購買能力 強不強是很有關係的 那很遺憾的 104在這邊某方面是一個落象 那這個時候我就要去思考了 那我該怎麼突破重規 因為其實104的主業也不是這個 所以基本上 它並不會把太多的公關 跟行商資源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想像 104可能一年有 將近一億的行商費用 夢想原來可能只能分到幾十萬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個差別是有多大的 那現在 其實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轉型 那其實我在這裡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已經陸陸續續跟很多 那個 學校的創新運程前緣 那第一個會進駐的是北科大 所以北科大所有的 只要它能夠產生實體產品的 所有的project 全部會進駐進來 那對學校的一個好處是 其實學校也希望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平台 然後他們可以成立 比如說104北科莊部 他們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收入的來源 然後對於104來講 如果有這些學校 做我們的 應該是說做我們的 一個案源的一個來源 對我們來講是有好處的 第一我們可以免去 沒有辦法加入的風險 因為學校會承擔 然後第二個 學校也會適度的幫我們去做 利用學校的公關資源 幫我們去補足這個部分 那比如說以我自己好的 其實我現在在104也沒有一個困境 因為這畢竟不是104的主業 就是如同我剛剛所說 104並不會在這個新興的產品上面 有太多的公關 或者是行銷的預算的情況底下 我首先要想辦法的是 運用我的僅有的資源 想辦法把它做大 你才能夠跟公司爭取更大的資源 所以現在有計劃的是 我甚至可能都沒有辦法去辦到 計程會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因為主網 104的主網 有轉職季 有畢業季 他們每一季都有一個話題 那公關公司 公關的部門都會告訴你 我們都已經拍滿了 所以這時候我怎麼辦呢 我就是透過類似 像北科府 像這個學校 他們本身有公關部門 幫我們來辦計程會 然後讓104 夢想要來有曝光的機會 那現在的我 也剛好 我現在也在跟國外的幾個 二線的 Crowdfunding 談合作 也就是說其實它是有個價值 就是你二線的一些品牌 如果你覺得你的東西還不錯 那你想要在這裡 放在這個市場 我們其實可以第一 就是我以前的村長 第一 幫你試試看台灣市場 它能不能夠引起另外一個迴響 那第二 如果你想進去大陸市場 因為事實上我們大陸的站也開了 也開放 那我的目標是台灣現在大陸 然後我們一樣有英文版 那我們一般來講 台灣的很多網站都會告訴你 我要供東南亞市場 但我不太會這樣做 反正你就是台灣 因為以 Crowdfunding來講 它的baker一定要越多越好 而且是來自於不同的國家 我們看Kickstarter的案例就知道了 Kickstarter其實本身 它從美國來的這些贊助者 我們講的金錢的來源好了 其實也不到30% 70%全部都是來自179個國家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business 是很難run的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的品牌 拿到國外去 你讓更多的fakers 是從外境進來 這個才有可能 所以目前我們可能就是第一 我們會跟學校合作 而且我們可能會focus 比較前年的趨勢 比如說現在的物聯網 那我們目前會上的一些案子 是跟物聯網的關係 比如說它可能 這是什麼 它可能是穿載式裝置 它在穿載式裝置 它可能 比如說我假設 如果大家對物聯網有一定概念的話 我們即將會上一個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 你會戴一個手環嗎 那你同時你的家裡 都會有一個藍牙的串臉的機制 同時就在冷氣或燈上面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開關 或是開冷氣 它其實會感測你的身體的溫度 然後去調整冷氣的強弱 還有燈的量跟暗能 所以類似這種案子我們都會先上 還有跟一些學校合作的案子 所以我們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我們會把國外的案子引進來 第三步我們會跟櫃買合作 跟櫃買合作的一個原因 我們是希望 能夠透過我們的法律 會計的資源 可以把我們手邊擁有的這些企業 這些小公司 這些STOP small stop 創櫃版 這些我們都正在跟櫃買談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們其實 我們現在有兩個團隊 是夢想要來送出去的 在西國 那其實我最想做的 並不是送到西國 而是送到以色列 我們都知道 就是其實以色列 它的一個 然後大家都知道李嘉誠吧 李嘉誠旗下有一個 維港投資 他其實是 是很多創投 就是early stage 會去看的一個指標 就是這個 這個 維港投資他投什麼 但是他50%到70%的比例 他都是投以色列的公司 大家要知道 以色列在NASTA上市的比例 高到你簡直是不能想像 只有一個我們站 就是在以色列的創 就是創業團隊有密集 那個度是非常非常好 對 那我們也很歡迎 就是大家能夠 我們之後也會舉辦一個比賽 那就是會送兩個團隊到以色列去 我們 我們今年是送到西國 那我們今年年底會送到以色列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 因為我們認為以色列應該是一個趨勢 就是創業團隊只要是STARB 那當然我們會定主題 那這個主題我們還在討論當中 對 我們會送到以色列 我們不會送到西國 因為我們覺得其實西國 相較於某些內行知情的人 其實西國算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 對 我們會送你們到以色列去 對 那 那 秘迪資源到以色列看過 從那些專業團隊 我很想 可是還蠻貴的 還沒有去問 還沒有去問 蠻想問你一下以色列的專業家 跟 就是中國大陸 可是要講一下其實 中國 中國幾乎如火如荼的 各大 各大ANGEL或各大BC 都在組建類似的團隊到以色列 他們已經變成一個閒學 他們從11年就開始 你看現在都14年了 那時候我記得我11年 在大陸的時候 所有的搞創業的人 忍守一本聖經 叫創業的國度 是那個以色列 好像蠻知名的經濟學家 跟一個BC寫的書 然後那時候忍守一本 我不好 大家知道李開夫 那時候李開夫在他的微博 就是拼命的去講以色列 那其實大家都是意識到 李嘉誠很低調 我們要的默默的 買了超多家以色列公司 而且都非常成功的退出 對 所以我在這裡預告一下 我們明年是會 規劃送兩個團隊到以色列 當然這成本更高了 對 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機會 兩位姐 OK 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想要問Didi的部分 是這個區塊 就是因為Didi有在中國大陸 工作跟創業 跟找投資人 跟找團隊的經驗 事實上 我今天早上失聯 我是跟 加速機副總 加速機副總 有在一點 事實上聊到一個區塊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台灣人 台灣創業家 跟中國創業家的眼光問題 我不知道這怎麼看 那時候 忽然副總的想法是說 台灣人 實上有很多很厲害的 創業的ID 跟很多很厲害的 做法跟看法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台灣人 把第一個市場 放在台灣 然後你台灣做兩年 你去 你覺得你已經ROCK個PC Model 可是你去大陸 可是還是要在兩年 並不會你去台灣ROCK兩年 兩年之後 你去大陸 只要半年或是一年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看這個區塊 就是 如果 就像包含現在夢想的 這些project裡面 有沒有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事 他們起步就是 Global 因為我發現 之前我是也發現 台灣很多人的起步 他就是一個比較Local 就是在台灣的地方 甚至很多台灣家很知名的 一線的團隊 都是以Local為目標 那這一點 我幫你看 因為你們看過團隊 那麼多創業團隊 你的想法跟他們可以 取新的地方嗎 我得這麼說 其實類似的論調我聽太多 就是你覺得台灣的創業家 你沒什麼格局啊 然後都把自己的眼光放很淺薄啊 什麼 可是我的看法完全不是這樣 就是說 你說 其實 我那個時候拿台灣跟以色列做一個比較 以色列人口少我們一半吧 還是只有我們三分之一 然後 有那麼多的創業人口 然後 他們可以如此的成功 那是因為他們的眼光比我們高嗎 其實我不這麼認為 以色列是因為 因為他們猶太人嘛 你們知道 那他們其實跟美國的關係是密切的 那我覺得那牽涉到你對市場的首席多 也就是說中國 中國眼光特別高嗎 他們的格局比較高嗎 不是是因為他們太信念 因為他們 他們本身所位處的位置 就對他們非常講 對他們對他們來講 太有利 他們本身就一個巨大的市場 任何人都不用進去 他們光在他們自己市場玩 他們就可以賺很多錢 那牽涉到市場議題 那你說以色列呢 因為以色列 太多的猶太人 在美國掌握了國會的席位 掌握了VC的支援 多少人 像什麼以前 所羅門 然後你像那個 索羅斯 或者是 你所想的到的 一級的VC 全部都是猶太人 我的意思是 其實以色列會那麼成功 等於美國就是他們的市場 他們的市場 並不在以色列 因為那個國家跟他們太近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說 我不認為是台灣的這些 這些創業者本身的眼光短淺 本來大家第一個直覺 就是一定從你最熟悉的市場做起 如果你從 如果你在你自己熟悉的市場 都做不起來 你怎麼去說服別人 那其實我覺得 這是我們自己本身 市場的 市場的限制 對 那應該是說 應該是這麼講 就是 我也常常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 嗯 那我們真的沒有巨大的市場吧 那 其實這樣講 會 因為現在那個 學運又很那個嘛 然後反正 我有點不太敢講什麼 但是我會認為說 某個程度來講 其實 就我知道啦 其實有很多的 台灣創業團隊 他根本 他的選擇 就是中國大陸的市場 大家也都知道嘛 然後他們直接就去 北京的中關村 就進出啦 他們直接就這樣 那 除非有一些考量 比如說他可能就是真的很 不喜歡大陸那個環境 或者是他真的很不喜歡 那邊的文化 像我自己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自己有小孩的關係 那 我小孩後來在大陸 學了很多不好的習慣 我覺得我不能再待了 就是他已經會 回來台灣會隨地 吐口水 那是我沒有 那是我意識到 那是我覺得 那真的 因為他們本身的 經濟發展的太快 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 或文化水平 完全完全的沒有跟上 那 我還是很多朋友 願意留在那裡 就是 就是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中國就是未來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的小孩 就是要去接受這一切 因為 這樣他們才有未來 可是那個時候 我的想法 倒不是這樣 那時候我的想法 我覺得 公民道德教育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一個 我不是一個 能夠全心去照顧小孩的媽媽 所以我覺得社會環境很重要 所以我就把它帶回來了 對 那就我知道 就是其實就是看你自己的選擇 那 我倒 我從來不會認為 台灣的STARUP的 這些Founder 他的眼光就比較短淺 我覺得不是 就是你處在的一個 地理位置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今天就有這個限制 那很多人都會說 你野心不夠大 野心不夠大 那我就心裡想說 其實你知道很多以色列 或者是我那時候在中國 遇到的那些STARUP 你說他們野心大嗎 他們野心也不大 他們其實只是很多人 會要創意第一時間 很想出名 就是他們本身就有那個 潛在的因子 他們希望 他們希望 就是他自己的 生命的歷程有光環 然後他就會去找一個模特兒 之前的模特兒就是 Leap Job 然後後來又換成 整個大陸都封那個 Jack Dorsey Jack Dorsey 就是之前Twitter的創辦人 然後後來又迷那個 Elon Musk Elon Musk就是那個 現在很紅的那個 Tesla的創辦人 那你就會發現 他們就是 他們其實 在於他們所風靡的人物 也沒有中心思想 就是只要那個人 在美觀中的聚焦之下 他是整個西伯或華爾街最紅的人 他們就崇拜那個人 所以我認為這並不是有一個 獨立思考的極致 那他們之所以今天會做成那個樣子 就是他們有辦法做成那個樣子 就是一個歷程 因為他們之前太窮太苦了 那你們說 他現在其實中國的經濟也開始放緩了 大家也開始擔心 全球會被中國的經濟拖累 那其實就是一個歷程 之前的日本多麼風光 然後現在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再換韓國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歷程 那我覺得我們倒不需要去看我們自己 覺得眼光太低或是怎麼樣 那難道張忠謀那一倍眼光比較高嗎 其實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看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張忠謀那時候不會有那個問題 我們現在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網路這個東西 它是必須靠人口量去撐起來 它不是一個實體的物品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有一些差距在 對 那我剛剛有問題就是說 那你看到那麼多的夢珠在這邊 完成他們的計畫 那你們看 這些夢珠 某個程度也代表台灣的一群年輕人 他們願意花時間在他們所做的事情上面 那這些夢珠那麼多了 那你能不能看到哪些是他們共同的毛病 或是哪些是他們共同的優點 那這些東西是我們這些 在場這些想要創業或正在創業的人 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先說缺點好了 其實你會發現大部分創業不能成功 他牽涉到 我看到的都是因為 他沒有中心思想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就是不能堅持 因為其實創業的歷程是很累的 中心思想可以在一起 什麼叫中心思想 楊先生的中心思想 這樣會不會太實 這樣不好嗎 對 因為我覺得楊先生沒有中心思想 沒有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 有點笑很笑 有錄影嗎 所以他也去掉 其實中心思想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心中的中心思想 我要怎麼講呢 比如說我講Eon Musk 我覺得其實Eon Musk 也是那個時候 我會注意到他是因為 那個時候 中國有一個VC 蠻有名的經緯 經緯的創辦人 叫張穎 他就在10年就拼命的會去 那時候Eon Musk 完全不紅 很多媒體都不知道 大概我相信台灣也沒幾個人知道他 我就注意到這個男生 然後我就發現 喔他蘇俄人 他有一個中心思想 就是第一 他成就慾望很強 他的成就慾望一樣 他一定要讓全世界人認識他 我覺得他好像是一般 真的是很成功的人 都會有的一種特質 就是有一種很強烈的慾望 要全世界人都認識他 然後他有那個能力 可以去改變這個世界這樣子 那他去改變這個世界 他也很瘋狂 因為你能想像 我記得他的本業好像是 學醫學還是什麼 反正是跟他創業項目完全不搭搭 那他會出名是因為PayPal PayPal後來被E PayPal幫忙 對 後來被Ebay買走了 其實像他的創業項目 都會讓你覺得很奇怪 譬如說 X-BASE就是 太空梭 太空梭 然後又去搞了電動車 然後他現在又有一個那種 那樣的動作 對 他就很多計畫是 完全跟他的本業沒有關係 那他的一個說法很簡單 他其實一個中心思想就是 他覺得怎麼樣能夠讓人類的生活 是更好的 他就朝那個方向去走 那以我認識的Steve Jobs 他應該是說怎麼樣的東西 能夠讓User使用是最簡單的 那就是他的中心思想 或者是Google的那些創辦人 他覺得他就是希望網路能夠連 他是網路能夠連結所有人 還是那個知識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可是anyway你去 其實當然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些中心思想 到底是這些方法本來就有 還是媒體塑造的 這其實是一個名呀 但基本上你還是會發現 你如果去遵循一些人 你還會發現他一定是有一個軌跡的 他不會是一下做這個 做這個不成功再做那個 這個不成功再做這個 然後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沒有堅持 那我們看了很多 比如說在大陸有很多 同一個團隊 大概每個月就會丟一個idea給你 你就會覺得 那後來他丟你根本就把他丟一邊了 對 你就會把他丟一邊 所以成功基本上就是一個 他已經沒有credit 對他已經沒有credit 對他已經沒有credit 因為他覺得好像這個idea 不受註意 可是他每個都會告訴你 他的時常潛質有多大 這在大陸來講 要寫這個太容易 大陸幾億人口 你隨便算算 即便你要賺農民的錢 農民都多少人 他都可以寫得出來 那太好掰了嘛 所以你就 大陸來你就會 會 會 會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丟一點這樣 對不對 缺點你剛剛提到 兩人 那優點 反向就是優點 就是有中心思想就是優點 我認為是啦 還有他的 他對於他的中心思想的堅持是 他的那個成就慰望 或者他是想的很透徹 對我來講是這樣子 我自己觀察 我自己觀察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 是你的印象的深刻 然後覺得 就是 有中心思想又有這些優點 好 因為我們陳列的時間很短 所以 有沒有堅持的優點 我現在是沒有辦法做盤別的 但是 在這裡頭 有一對 我倒還蠻想提的 就是台大有一對 L本團隊 他是專門 他其實我覺得 他切入市場的角度是 他做了一些那個 籃球 籃球平板的那個 紀錄的一個 對應該是說 之前 之前我們籃球就是 好像都會有一些 技分嘛 戰術化版 技分 就是找知技人 那就幫你跟技能 那我覺得 他有幾個點蠻好的 第一個 他找到了一個實際的案例 譬如說 有摩球的那本書 那因為摩球最有名的 他就是把一個原來 MLB是幫球對不對 對 就把它數據化 對 MLB幫拿來的球 對我忘記 他就是利用這些數據化 然後利用系統 然後把這個團隊帶得很好 因為他用那個 念他不要只去選球員 所以第一個 他有一個很好的Story 那第二個 他也依照這樣的模式去執行 他的執行力很高 他沒有多久的時間 他就談了全台灣200多個團隊 球隊 他自己去哪 這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 這是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案例 那我覺得薛恩惠偉也是不錯 但薛恩惠偉我會有點 不是那麼的prefer 薛恩惠偉是分享 對對對 他們是在很多學校就是有 單車 就是因為很多學校就是 大學讀大一就騎車 讀大一就騎車 讀大一畢畢業就騎車 讀大校園 學校就很多浪費 然後他們就是提供那 腳踏車給你 然後一學習多少錢比較便宜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在學校騎 然後你畢業了 或是你非常注意 就還給我這樣子 薛恩惠偉 薛恩惠偉 當初來接觸我們 並不是為了要進幕前來 是來直接跟我們要錢 這樣子 那在這個要錢的過程 我就是慢慢的了解他們 那我覺得他們也不錯 因為他們其實是非常積極 才三個人 然後想辦法辦活動 國外的廣告 其實他們的 business model 嗯 不是 沒有辦法 對 他們不是那種 讓人家會 沒想要多了解的 如果 現場如果有 接觸過BC 或ANGEL 就知道 我覺得他們的 business model 不是一般人 會想要 會感興趣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能夠做到 今天這個地步 其實是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對 那其實這兩個 如果是團隊來講的話 對 其實團隊它的詞 就是很重要 那 另外一個我覺得 又更好玩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過那麼多團隊 在夢想人這邊提的案子 那成功跟失敗的 就是案子跟創業不一樣 那案子的成功或失敗的因素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很多人都一起去提案 所謂的co-founder 創辦的 一起創辦這個project 團隊的庵辦人 看到什麼問題在裡面 然後團隊怎樣提才會成功 因為其他案子 某程度就是提你夢想上去 你夢想失敗了 事實上你對自己的打擊 也會很重 那怎樣的團隊會成功 我講一下其實 你們仔細去看Fryne Deal 他會成功的案子 大部分都跟公益有關 或是 他的話題是媒體很關注的 一般的創業團隊 你真的只要負錢 幾乎不會成 你仔細去看Fryne Deal 後面幾乎都掛零 那我們的情況會比較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104或有700萬的會員 那我們其實是動用到主網的 公司經濟母的資源 我們去把他們強力推銷給這些高階主管 或者是一些如果他的startup的項目是跟 比如說父母的關係 比如說小孩子的教育平台 我舉個例子 或學英文的 那我就會把他們推到教育網的那些父母身上去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那對我來講 你如果問我一般的startup 這是網創 這是網路創業 要怎麼成功 我覺得在台灣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如果要靠大眾募資的話 我是挺良心講的 能做一波可能不能施生 是蠻難的 因為第一我覺得台灣人對於這個東西 他的想法還是很模糊的 第二沒有安全感 即使即便104已經是一個蠻大的品牌 應該可以讓他產生一定的安全感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他們對於這種團隊的 贊助的動機是不強的 第一他們沒有拿到東西 他們是沒有拿到東西幾乎什麼卡片 或什麼贊助 因為你想想看網創他能夠提供什麼呢 他又不是提能夠提供你一個 他自己新發明的椅子或杯子 服務 對 那些服務很多人都會覺得 我明明app到時候就下載就有 我幹嘛要投資你 對 他其實是有一定的難度 對 我得老實說 所以我得老實說 我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模式 可以去告訴大家 到底網創在這樣的物資平台 怎麼樣比較容易成功 大部分我們之前會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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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什麼 跟什麼一些ANGLE或BCE 籌資 外 去CVLN或TOK 我們就直接透過EDF的方式 我們就把錢帶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之前有一個創業團隊 他們本身的BASIS Model 他也是網創 但是他的服務對象是提供給企業 他是希望一些做電商的企業 你能夠買他的軟體 買他的軟體 他的一個概念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是買他的這套軟體的話 他 比如說我今天買了阿公的這個杯子 那他就會把這個訊息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之後呢 只要有多少個人 多少個人收到再回來 那我買這個杯子 我就可以Discount多少錢 但是他所面對的企業是B客戶 那那個時候 我們也是第一次嘗試 發給我們104所有的企業主 他們億萬獲得無比的定盤 所以這應該是說 如果你們要在104募資平台 獲得什麼樣的好處的話 群眾募資應該不會失 但是讓大家認識你們 或讓你們未來的客戶認識你們 或許你們就是 如果你們的目標是這樣 那我會歡迎你們上來 但是我得老實說 如果你們只是要靠公眾 然後對你們的idea 或對你們的熱情 啊 覺得好棒喔 投100塊500塊 很難 對 其實現在台灣上很多牧師 在遇到的時候 很多人在一起 因為那個知名度 再加上大家實際上對於 就是在 在電商 就是在PC用刷卡很習慣 可是對於在 像個牧師平台上 刷卡會覺得 好像會被倒上好那種感覺 事實上 這也是一個 遇到很多人 像我們自己也是用 火紅通電子票券 就是為什麼 我們是現場付費 因為我們發覺我們只要是 現場付費 那報名率就會很低 為什麼 因為大家沒有都習慣 就是你是刷200塊的樣子 就是那麼低的金額 可是你刷2000塊 他可能可以接送 就是台灣 我覺得現在面臨到一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我想我想最後 因為我們差不多 剩下三分鐘多的時間 要請力力分 就是跟大家說 做個米力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 在大 大型公司工作的人 然後也有人 正在創業 創業沒有很久的經驗 那米力力這個 內部創業 跟敢摔老闆滑鼠 這樣的 魄力的一個 一個創業家的話 可不可以給一些 比較具體的一個 下一步 該怎麼走的方向 如果是在公司 現在正在公司工作的 其實我會建議 第一個就是 想辦法接近全力核心 我舉個例子就是 其實當我要跟 國外的對手談談的時候 因為我的歷程 工作經驗歷程 主要是這個 通常對方都會 怕一個比較 沒有什麼決定權的 但是我一定會先在網路上 把那些公司的 所有的資料查清楚 不會指導全力核心 第一個你可以 節省你的效率 第二個你指導全力核心 很多你本來以為 不會成功 其實都會成功 那一樣你在公司裡頭 我會建議其實 就是不要去害怕 大公司其實 我自己也是在1045 我自己也是在1045 我自己也知道 大公司非常多的 攏長的 不必要的 沒有效率的流程 那其實有時候 你或許可以去 突破自己的那個心魔 或是大家既有的一個 工作倫理或模式 其實像我就 直接會很坦誠 跟楊謙說 他講的那些職雅 我沒有一個相信的 因為如果照他的 那種方式去做 我不會是今天的我 那 當你有這個認識之後 然後清楚你自己的目標 你一定要清楚 你自己的目標 否則如果你不夠清楚的話 你很容易因為 大老闆的 威信 或是他本身所處的 一個高位 你很容易會被他睡 這其實我覺得 講的很有趣的一點 所以同樣的一句話 馬雲講出來 跟一個知名的人講出來 你的感受會不同 那其實是同樣的一句話 所以他其實是 這就是你好像感覺你老闆講的話 是對的嗎 不是 就是說你自己要 清楚你自己心中的那個目的是什麼 然後你要堅持著 然後用各種不同的策略的方法 去說服你的老闆 而不要太快給他左右 那對於現在已經在創業的人嗎 你剛起步 對於剛起步的人 嗯 我會建議就是 只有1.0.4 不是 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需要籌資或找客戶 其實你不需要去想像什麼 格局不格局的問題 而是在想你這個東西 在世界上到底有哪個族群的人 是需要的 那當然這個一個前提是 你對於很多的文化 會就是對於 對於世界各地很多的文化 或者是這些方面 只是你是感興趣的 其實你默默 你有時候覺得 這好像跟你的專業不相關 但是你有 你可能只是對於 呃 泰國的潑水節有興趣 或者是可能對於巴西什麼 3850 森85有興趣 其實這默默的 都是在累積你的 商業的敏感度 對 這是在累積你的商業的敏感度 你應該去focus 到底是在這個世界上 什麼樣的人是有 你這個需求產品 而不是在於 你要打破地獄的觀念 你focus在人的特質 跟你的target profile上面 那你就會發現 那就沒有格局不格局的問題 也不會有我們先天上 比較不足 就是我們人口就這麼少了 對的問題 其實我最後會問這個問題 是想做一個比較特別的結論 因為 104是台灣最大的電子行 可是 全世界現在最有名的 就是 算是找工作的 就是LINKIN 像我之前在 我很喜歡看LINKIN的 創辦人寫一本書 然後你們 那個書裡面就提到 為什麼我聊這一塊 就是因為剛剛提到 PayPal 實際上 大家知道 PayPal是一個 線上這款的機器 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賣給Pay 就是那個 Ebay 哪怕有Ebay之後 事實上 這群人 現在就變成 他們以前這個 PayPal這一群人 全部都現在 像是那個 Tesla創辦人 像是LINKIN創辦人 像是Facebook的 董事長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那個PayPal 全部人出來的核心人物 那這群人 他們定時 還是會聚會 所以我覺得 卡圖第一步事實上 有時候 就像剛剛立地講的 就是 你除了 你去找核心人物以外 我覺得 那個環境是要正確 如果今天 就是你很想要改變 可能你每天都待在一個 很安逸的環境 就是 一個工人的環境的話 我相信 就是他可能會是摔花束 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今天 把自己 今天把自己丟在一個 就是大家都願意改變的地方 就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Ebay是 可能夢想這個計畫 夢想要人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樣 他除了幫你去找到其他人 重點是 把這個環境 背後起來 這就是我們教你一直在做的地方 所以 像今天穿在沙花 就是我剛剛跟很多朋友聊過 很多人都是想要唱音 對 想音樂是最容易的 可是這邊有很多朋友 事實上 大家都想 可是當每個想的人 在一起的時候 你們定群碰碰面 定群碰山下活動 你自然而然就會變做的 所以知道 我們這邊常常很多朋友 就是 就哥倆回家說 阿鳳我離職 我們都很驚訝 對 他離職了 可是我們都沒叫離職 可是自然而然離職 可是我不建議 大家一定要離職 可能要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窗戶上 找你的書 這樣子 然後我們上半場的時間 就差不多這樣結束了 所以我們用一個掌聲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